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,北京允许不得转载,虽然屡次被大家致意分手,但是这一次看秦子和季灵晨转出来的分手理由让大家不能够容忍,因为我们始终希望,这两个人就算走不到,最后也是可以好去好散的,但是出鬼这是什么情况,还要不让那些粉丝们活了? 不能够接受的啊,所以面对这样的传言,也是引起了太多的关注,就连很多路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,觉得势必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才可以,所以看秦子和季灵晨的名字,今天也已经在热搜上待了一整天了,尽管我们还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,说季灵晨出鬼王毅,随后季灵晨工作室,曾经最近他都在工作室里, 没有时间出鬼,这样的回应,显然有点轻敲飘的结果的意思,所以不少网友也还是存在质疑,表示这段时间没有出鬼,不代表之前不可以啊,而且两个人分手的事情的摧荒,近期才传出来的啊, 可是季灵晨好像也在粉丝群里说了相信他,其他的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回应,出鬼不出鬼的我们不知道,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,看秦子和季灵晨之间,肯定是出事了, 一般来说,正常的情侣应该都不是突而不闻的反应,两个人也不是特别的低调啊,以前不还经常在微博上信问爱吗,遇到这么多质疑两个人分手的,还不是马上就重新了啊, 但是,两个人至今为止都知自卫提和对方的现状,包括分手这件事情也,没有回应,季灵晨否认了出鬼,但是却没有否认分手,看秦子的脾气 你们觉得,如果真的是绯闻的话,他会不站出来澄清,就是说,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, 只知道我们原本那么靠好的看秦子和季灵晨,可能走不到最后了,其实也挺好的,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,吵吵闹闹是情趣,没有关系, 但是真正的过日子,真的不是这样的状态啊,看秦子等到三十岁没有等来一段婚姻的承诺,如果真的分手了, 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成熟一些的另一半,可以包容他的坏脾气,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小任性,当然,也希望可以给他一段美满的婚姻, 有人说,看秦子和季灵晨,大概也就是名字比较单配吧,还有颜值比较单配,剩下的真的都让人觉得趁早分开吧, 以前,我们希望他们是偶像剧里面的爱情,打打闹闹不分手,现实却依然是现实,希望看秦子能够幸福, 对于季灵晨是否出轨,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,只知道有些承诺他没有做到,本文内容就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